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不是普通菩萨 所以这一月 你要记住 在第十八月之后 圣灵必胜 这汉语 做阿维悦志菩萨 阿维悦志菩萨就是臣佛了 大臣效力常想啊 华严心上量 三种烦恼啊 不执着 你真的阿罗汉 不分别 你真的菩萨 不起心不动念 你成佛了 阿维悦志是不起心不动念 要知道我们往生是待业往生 我们没那么高的功夫 甚至连职责都没有完全放下 只可以说 我们分别职责淡一点了 不像从前那么过分了 现在淡化了一点了 就这一点功夫就能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呢 那就做阿维悦志菩萨 这是阿弥陀佛 智慧 为得神通的价值 换句话说 这他给你的 不是你修的 这个很了不起 佛在一切经历里 从来没讲过 只有在这个经历上讲的 我们相信 佛没有往事 佛的话 句句真实 阿维悦志 是位不退 菩萨的地位不会退 行不退 念不退 所以 圆正三不退 圆满正的三不退 严格的说 到什么时候才真正 菩萨修行 修到什么地位才真正 圆满正的三不退 其底 地位高了 但是正德呢 正在圆教出着就正德 超越是法界了 这样的人 生极乐世界 时报 转眼图 不再同居 不再方便 有此可知 生 同居主 下下平往生 也是阿维悦志 菩萨 这可得了 为什么 摄放菩萨 向往极乐世界 道理就在此 没有别的 你在别的 佛国度里头 要想修到这个层次 很辛苦 很长的时间 到极乐世界 一去 这个地位就获得了 所以这个法门叫 男性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